中原军区部队 中原军区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中原解放区成了蒋介石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发兵的重要障碍 也是全国解放区的前沿 因此他便成为了国共双方都十分看重的战略枢纽 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 以三十余万人的兵力 首先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 致使全面内战爆发 那么六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是如何成功摆脱了三十余政府军围剿的呢 进行关注国防大学徐燕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当时故事一百讲之 中原突围奋起自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 这十个月的时间呢 就属于过渡期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争取和平 向最后进行全面战争 这样一个过渡期间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 还是努力希望能够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但是由于呢 东北和中原地区的内战愈演愈烈 最后呢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 那么呢 和平的希望 最后呢 被内战所打破 那么全面内战开始的一个导火索 那就是中原内战 中原内战 为什么意味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呢 因为在1946年6月以前 国共两党的大规模战事 还是在东北 关内呢 主要是一些局部的冲突 但是到了1946年的6月下旬 国民党军队要围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 那么关内呢 也就形成了大打 全面内战呢 就此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 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 新四军第五师 在湖北和河南之间开辟的根据地 所建立的军队 以及呢 八路军中原军区的部队 以及八路军 1945年南下湖南广东的部队 这几部分呢 汇合而成 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5年秋天 中共中央要求南方部队向北收缩 因此呢 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 同新四军第五师的部队汇合 接着呢 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的359旅 也突破呢 重重包围 进入中原解放区 从中原部队汇合 汇合之后呢 建立了中原军区 1946年1月份 这中原军区的部队呢 正向东转移 准备呢 到苏北和苏中 同新四军的苏远军区部队会合 正在这个时候 1946年1月10日 停战协定正式签订 既然全国已经停战了嘛 当时中原军区部队啊 就停留在 湖北和河南之间的 宣化电地区 就地驻扎 等待和平民主新阶段实现之后 那么呢 国内对这些部队呢 会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但是国民党方面呢 其实毫无和平诚意 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 刚停留在湖北东北和河南交界的 宣化电地区 那么国民党几十万大局就追上来 对宣化电为中心的中原军区部队层层包围 而且呢 几次试图进攻 而且局部性的这个战斗连续不断 其实蒋介石啊 当时啊 就想把这个中原军区 当成他手中的一个人质 压迫共产党让步 如果你不让步的话 我就消灭中原军区 因此当时啊 这个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军区的命运 牵动着全国解放区的军民 大家都日夜关心这个中原军区的危险情况 为了缓和中原地区的危险形势 中共方面啊 当时做了很多努力 1946年5月 周恩来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 到了中原军区的中心地 宣化电 在当地同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 周恩来就表示嘛 就中共方面 可以让出中原解放区 你只要国民党让出一条路来 我可以把这些军队啊 转移到苏北去 但是国民党代表根本不表态 其实他就是围着你 不让你走 随时准备啊 消灭中原军区部队 说当时中原军区司令员 李先见就警告国民党代表 玩火者必自焚 周恩来当时也表示 如果中原发生内战 那就是全国内战的开始 就意味着和谈最后破裂 但是蒋介石 在东北暂时得手之后 他一时呢 得意忘形 认为可以很快 就打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在中原方向呢 就根本没有任何一点让步的迹象 1946年6月上旬 蒋介石从东北回到了这个南京 他认为已经占了这个四平长村基林 可以几个月内解决中共问题 因此呢 他要马歇尔把他的所谓五项条件 交给中共方面 不答应就不能停战 这些条件极为苛刻 显然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因此中共方面呢 从内部也得到消息 蒋介石呢 已经下达了密令 准备在六月下旬 向中原军区呢 发动总攻 彻底全歼 当时包围中原军区的国民党军队 有三十多万人 中原军区部队只有六万人 被压缩在 方圆不到百里的地区之内 如果让国民党军队也发起总攻 那又是第二个瓦南事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就致电中原军区的领导人 李先念 王震等人嘛 立即突围 愈快愈好 1946年6月26日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就中原军区部队呢 被迫开始分路突围 就这一天呢 其实也就成为啊 全面内战爆发的标志 中原突围几天之后 中共中央也向全国解放区 发出通知嘛 就抵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 自6月26日进攻我武师开始 我将进行全面自卫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嘛 就是解放区进行的是自卫战争 自卫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当时还没有提出解放战争 后来呢 由于战争的进程 自卫战争呢 最后变成了解放战争 1946年6月23日 就上海召开了 十万群众的大会 提出的要求啊 就是国共双方 立刻谈判停止内战 就上海这次大会啊 最后在结束的时候 推举了马旭伦 雷杰琼 这样社会上 非常有影响的知名人士 带领一个请愿团 趁着火车 到南京 向国民政府请愿 同时呢 也想会见一下 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希望呢 在最后的危机关头 能够呢 挽回局面 停止内战 面对这样一个 和平请愿的代表团 蒋介石根本不想接见 而且还采取了一个 很卑鄙的手法 代表团趁着火车 到达了当时 南京主要的车站 下关车站 刚走出这个站台 进入后车时 马上被几百名 自称是苏北难民的 这个暴徒给包围起来 这些暴徒啊 包围着代表团 气势汹汹的要求 你们应该向 中共代表团请愿 你们不许向政府 施加压力 代表团说我们是受 上海人民委托嘛 向国共两方 我们都要提出要求 结果来讲 这些暴徒们一拥而上 被代表团是拳打脚踢啊 还使用了许多凶器 有些记者上去制止 结果也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 就代表团被扣押在 南京下关车站的后车室里 长达五个小时之久 一再行凶 在场有很多国民党警察 宪兵 在旁边袖手旁观 根本不加制止 说南京市的明眼人都看出 这完全是串通一气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的梅园新村 中共代表团驻地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找到南京市政府 提出严重抗议 这个时候南京市政府才不得不派人去 为代表团解了围 代表团的代表 这个时候就根本不能到政府去请院了 都被打得走不动了 用救护车送到医院去进行抢救 接着周恩来到医院 去看望这些被打伤的代表团的成员 主要代表马旭伦 看到周恩来前来慰问的 就拉着周恩来的手讲 就是过去我们总是劝你们 少要一些兵 少要一些枪 现在看来 你们的兵不能少一个 枪不能少一支 子弹不能少一颗 所以说国民党当局 组织特务 组织暴徒 对第三方人士 采取了这么一种毒打的方针 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番拳脚 实际上是把第三方人士 大多数就打到同情共产党一边 蒋介石在东北扩大内战 又要围攻和消灭中原解放区 再加上呢 在南京下关车站 导演这么一场下关惨案 就表明他已经下决心 最后要发动全面内战 当时美国的调述代表马歇尔 还有美国的驻华大使斯图雷登 表面上还在奔走调停 但是实际上 他们出于美国的利益 还是要支持国民党 因为这个时候 美国的对华政策 其实本身就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 一方面 他希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 他也看到 这国民党政府很腐败 如果打内战的话 可能崩溃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要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 那么蒋介石也就看透了美国 我打内战 你也得支持我 这样使美国的调处 也不可能成功 最后的事实 果然也是这样 美国最后 还是支持蒋介石 说蒋介石就放手 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 当时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 他们只看到了 自己武器方面和军队数量的优势 而没有看到全国的人心向背 1946年6月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 这个会议也就是决定全面内战的会议 蒋介石讲嘛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有空军海军 有特种兵 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 所以说我们呢 可以很快取得胜利 六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 接着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 在接见记者的时候 公开就讲 如果打起来 六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从表面现象看 当时的国民党当局 确实拥有绝对优势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 按统计有三亿多人口 但当时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了 估计可能都超过四亿了 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 由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 还接受了寝华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更大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只有一亿三千万人口 军队也只有一百二十万人 武器装备非常落后 除了过去战争缴获的 也接受到少量的日本的旧装备 那同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法相比 但是战争的胜负 除了武器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 就是国民党当局违反全国人民的愿望 发动内战 再加上他的贪污腐化 极度不得人心 也没有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 共产党人当时赢得了全国的人心 尤其是能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 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志愿战争 因此是能够打败国民党的进攻 在当时局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 就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表示了大无畏的气概 当时国内外的进步人士 都普遍担忧 就中国共产党人 有这么弱小的力量 你能打败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吗 当时美国进步记者 安纳路易斯斯特朗 就访问了延安 安纳路易斯斯特朗一向同情中国革命 他从大革命时期起 就五次到中国 当时在延安 他在杨家岭采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由这个到延安的 原来属于美济的医生 马海德陪同 这马海德 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由马海德担任翻译 同安纳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这儿就是1946年毛泽东 非常担心出于烈士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在谈话中啊 毛泽东就提出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紫老虎的著名历史论断 紫老虎这个词 英文中原来没有 马海德把它翻译为稻草人 毛泽东还是懂一些英语的 马上呢在旁边纠正 就不能翻译成稻草人 就是紫座的老虎 就paper tiger 说讲完之后 我在场人都笑起来了 说紫老虎啊 这个特定的英文名词啊 也在这次谈话中间产生了 在傍晚的杨家岭 毛泽东亲自提着一盏马灯 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送到了回去的卡车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深有感触 他写下了一首小诗 山城是延安的巨人 他们已在震撼大地 夕阳西下 大地干硬 毛波弄着桌上的茶杯 把乾坤扭转 后来的历史证明嘛 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 包括美国帝国主义本身呢 确实像毛泽东形容那样 也是紫老虎 看起来可怕 其实根本吓不倒 当时敢于斗争的中国人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正是由于有这种气概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才能够在自己的力量 表面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有勇气战胜强大的敌人 当然了 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 还是想争取和平 1946年6月下旬 毛泽东呢 向全党起草了通知 还是提出嘛 六个月内 如我军大胜 必可议和 胜负相当 亦可议和 说这个时候呢 还是希望以战斗 迫使蒋介石呢 停止内战 为了制止内战 当时中国中央啊 要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 就中原军区的部队突围 完全是为了求生存 如果政府方面 希望和平的话 应该给他放一条生路 同时呢 在全国其他地方 也要停止内战 为此呢 周恩来呢 又一次去见蒋介石 1946年7月2日 周恩来呢 又到了蒋介石的住所 进行了他们二人呢 就平生了最后一次谈判 周恩来跟蒋介石 其实交往了二十多年 早在1924年 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 就这一年 周恩来就到黄埔军校去嘛 蒋介石担任校长 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 两个人后来还一起 在打军阀的时候 并肩做过战 两个人之间呢 过去交往很多 因此呢 中共方面 同蒋介石谈判嘛 那经常呢 就派周恩来前往 尽管蒋介石出尔反尔 一再破坏协定 可是共产党一方 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 解决问题 可是面对诚意满满的 共产党 蒋介石的态度 却让人大失所望 面对一心发动战争的 蒋介石 共产党又会如何应对呢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 历来是架子很大的 他要显示周围的人呢 都是他的家臣 例如国民党元老张静江 就当年向孙中山 推荐蒋介石的这个人 后来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都让他在客厅里 等了半个小时 说张静江见了蒋介石 都气坏了 见面就讲嘛 现在你的架子这么大了 过去我见总理 也没等过这么长时间 李中仁回忆 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经常让他 在客厅里哭作了好久 才姗姗而出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 在表面上 他过去还都是比较客气的 当然了 周恩来身后 他有一个强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另外周恩来呢 同蒋介石啊 过去毕竟 还有着比较长的个人交往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 就周恩来过去 每次去见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还都是要出门 迎接周恩来下车的 这一点 蒋介石是不敢摆架子 但是1946年7月2日这次 周恩来的车到了蒋介石 关底的门口 蒋介石就不出来了 只是让司会长 出来迎接 说请周恩来 进屋到客厅里坐一坐 说蒋主席现在很忙 周恩来也马上表示 既然蒋主席很忙 那我就在车里等 不下车 过了一会儿 蒋介石正好走出来 迎接周恩来下车 进了客厅之后 所以蒋介石开始说软的 就谈到他提出的五条 说你们应该把这些地方 让出来 你们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生存 你们让出来之后 全国人民都会说你们好 你们不会吃亏的 这五条是周恩来讲过的 一条也不能接受的 所以周恩来马上 把这个话题插过去 就是提 现在应该立刻停战的问题 对中原部队停止追击的问题 蒋介石恰恰又不谈这个话题 接着又频频看手表 那看手表的意思 那明显是要送客了 那周恩来只好告辞 说当天周恩来 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是 这次会谈的结果是 无话可谈而散 就是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人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无话可谈的地步 那就等于说是谈判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最后呢 只有在战场上较量 国民党方面决心发动内战 终止谈判 也体现在对中原军区的追击上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时候 仍然希望通过谈判 使国民党军队停止追击 这个突围部队在行动途中 发现头顶上有军条部的飞机 投下通知函 就是可以让中原军区部队的代表 去同国民党追击部队谈判 因此呢 当时中原军区决定 由干部旅长张文军 作为首席代表 去同国民党追击部队谈判 当时中原军区部队里面呢 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他是毛泽东最小的弟弟 毛泽谭的儿子 原来留在湖南家乡 这三五九旅 从湖南北上的时候 这毛楚雄也随着这部队 到了中原军区 那这个时候 中原军区首长出于好心 觉得这个小毛年纪还比较小 跟着部队突围走 可能有很多困难 不如呢 让他跟着这个谈判代表 一块去谈判 按照以往的惯例 那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 谈判就是成功不了 也可以呢 随着这个张文军等谈判代表 一块被送回延安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谈判代表一出去之后 再无消息 就周恩来他们在南京 找国民党当局交涉 谈判代表上哪去了 国民党发生说 不知道 一直到了1949年 全国解放的时候 从俘虏到国民党 湖中南部的军官 中间得到的交代才知道 这些代表 当时找到国民党追击部队 开始双方还进行了谈判 这个时候 湖中南突然下达密令 要把这些代表全部解决 以免影响所谓监匪 结果当天晚间 代表被国民党军队 突然捆绑起来 堵住嘴 拉到村外秘密地活埋掉 接着呢 对外宣布 不知道此事 我没有看到你们的代表 说毛泽东家 又增加了一个劣势 下这种毒手 也表明了国民党当局 就彻底关闭了 和谈之门 尽管共产党一直在为和平做着各种努力 但是面对一心挑起战争的国民党 共产党人也要奋起自卫的 共产党不是害怕战争 他们只是不想让中国人民 再一次陷入充满痛苦的战争之中 可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面对各种装备 远超自己的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还是交出了一份 令全国人民振奋的答卷 面对着国民党军全面进攻 1946年7月 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 特别提出 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对此全党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随后解放局战场 取得了苏中的七战七截 以及定逃战役的胜利 果然证明这一点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 苏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 在苏中前线的七战七截 这是当时解放局战场 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1946年7月中旬 国民党军队 当时调动了12万军队 进攻苏湾解放区 苏裕所率的华中野战军 只有3万多部队 武器装备更是绝对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苏裕 谭振林等领导人 率领的华中野战军 采取了非常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首先确定 在根据地内部作战 不向国民党统治区淮南出击 因为在内部作战 有广大群众的支持 而且有群众掩护 便于隐蔽出击 当时对护国民党军队的办法 是击中优势兵力 每一仗击中优势兵力 打国民党军队一部分 打一个胜仗之后 再转移兵力 再打一个胜仗 结果呢 七仗都取得了胜利 以三万五千人的兵力 歼灭了国民党军队 五万六千人 就等于说消灭了差不多 比自己多一倍的敌人 而且通过这次作战呢 缴获了国民党军队 大量的武器装备 原来新四军医师 一万多人 武器杂乱的很 大部分是抗战期间 从日军那里获得的破旧装备 打完七战七截 当时讲嘛 全是一万五千多人 就成了一个美介化式了 使用的主要就是 缴获的美国武器 通过七战七截的胜利 毛泽东就看到了 内线作战的优势 在八月间嘛 他向全国解放区 就介绍了 肃裕所领导的 七战七截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 凭借解放区作战 故补充便利 加上指挥正确 又灵活又勇敢 能取得伟大胜利 接着呢 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 经济主义业战军 在山东的这个西南部 也就是鲁西南的定讨一带 四战四截 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啊 四个旅 一万七千多人 说刘伯承邓小平 后来总结经验嘛 以在解放区内啊 作战为有力 这样呢 中央确定了一个决心 还是采取诱敌深入 在解放区内作战呢 便于各个兼敌 刘伯承啊 邓小平所率的 禁令主义战军 首先是出击了龙海陆 就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啊 围攻中原军区的部队 然后呢 又撤回鲁西南地区 在定逃附近 四战四截 就殲灭了国民党军队 四个旅 其中包括呀 整编第三师师部 俘虏中将师长赵继田 这是全面内战开始后 这个解放区也俘虏了国民党 第一位中将师长 说这一战也被蒋介石称为嘛 国民革命军的最大之耻辱 定逃战役的胜利 也证明了 在解放区内部 尖敌也比较有力 因为诱敌深入 可以在群众掩护下 集中兵力 各个尖敌 因此毛泽东为首的军委确定 就是在自卫战争前期的作战 主要以诱敌深入 然后呢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尖敌为有力 经过苏中和定逃两次大劫 1946年9月12日 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 发表了一个著名的社论 蒋军必败 其中就特别强调 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 这个局面呢 已经定下来了 在敌强我日的形势下 这个解放区战场呢 为了诱敌深入 各个歼灭 就当时也放弃了一些重要的城市 国民党当局呢 自以为得计 1946年8月22日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承德 1946年9月19日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华中解放区的中心 怀音 1946年10月11日 国民党军队呢 又占领了华北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 1946年10月26日 国民党军队呢 又占领了当时 南满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安东 接着呢 又占领了通话 就是当时啊 为了这个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解放军呢 主要采取运动战 放弃一些城市 让敌人拉长战线 分散兵力 各个歼灭 但是对有些城市呢 也进行过一些保卫战 例如在1946年9月 当时在华北解放区也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保卫张家口 张家口的战略地位当时很重要 他是联系东北解放区 和华北解放区的枢拟 在1946年10月初 张家口形势危机的情况下 周恩来这个时候 在上海州公馆 又向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 如果政府军进攻张家口 那就意味着 政府方面彻底关闭和谈大门 说蒋介石是不是进攻张家口 就决定了呢 当时国共双方是不是最后破裂 就这个时候啊 美国的马歇尔 以及驻华大使斯图雷登 又出来做了一次 所谓最后的调解 这个马歇尔向蒋介石 同时呢 就向周恩来提出 就是国共双方在张家口前线 各停战十天 然后再恢复谈判 蒋介石这个时候历令之婚 连停战十天都不同意 所以当时呢 也有一些第三方人士 像梁树明他们这些人 也从南京啊赶到上海 找周恩来 希望周恩来啊 从上海回到南京 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谈判 就周恩来提出一条嘛 如果政府军 停止了张家口的进攻 那么可以考虑 回南京 同国民党政府恢复谈判 因为原来的已经谈不下去了 周恩来就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梁树明啊 当时感到有了希望了 他就在十一月十一日晚间 趁夜车回南京 第二天天亮 他刚一下火车 就在车站的站台上 听见那个暴童啊 在叫卖暴子 一面叫卖一面喊 政府军已经收服了张家口 梁树明当时啊 就对着记者 感慨地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 后来啊 在国内啊 广为传扬 这句话就是嘛 一觉醒来 和平已经死了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 并不意味着他的胜利 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 是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国民党军队 逼近张家口的时候 禁察级军区 从容撤退 军区司令员聂荣珍呢 还向部队提出 撤退的时候 城内的设施 像发电厂一类的 都不要破坏 保障人民生活 因为过不了多久 我们还会回来 国民党军队 占领张家口当天 得意忘形的蒋介石 就宣布 要召开 国民党一党包办的 所谓国民大会 共产党 民主同盟都拒绝出席 因此这次大会 也为外界称为 伪国大 召开这次 所谓国民大会 就是赋予 蒋介石更大的权力 而国内的进步力量 当时根本不承认 这次国民大会 伪国大召开期间 第三方人士 仍想调畜国共内战 就10月26日 梁淑明等人 又赶到周恩来的驻地 提出调畜 但是梁淑明说了一句 政府军已经占领了安东 周恩来马上 把茶杯往桌上一摔 我们马上回延安 从此不再谈判了 11月间呢 周恩来就回到了延安 但是呢 董必武领导 中国代表团 仍然留在南京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进行谈判了 那么留在南京 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揭露国民党 发动内战 破坏和平 所制造的种种罪行 1947年2月 国民党党局准备进攻延安了 这个时候呢 美国也表示不能调畜了 进攻延安就意味着 国共商方 再没有任何一点 谈判和回旋的余地了 因此国民党方面 就通知 就是中共代表 必须立刻撤回延安 由美国飞机运送 就中共方面的代表表示 口头说不算数 必须有字句才行 拿到字句之后 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中外记者宣布 不是我们要走 是政府方面驱赶我们 这就说明 发动内战 破坏和平 最后的责任 是在国民党方面 1947年3月7日 中共代表团 最后留下的首席代表 董碧武 在国民党军警的 重重包围之下 到达了南京的 民国攻击场 当时国民党内的 组合派 张志忠 少立子 还是赶到机场来送行 而且呢 还表示 希望今后 我们还能继续谈判 说董碧武 最后一个上飞机 他上飞机的时候 在扶梯上 向这个周围欢送的人 举起帽子来 一面挥动 一面喊 就是再见 再见 我们还会回来的 飞机起飞之后 据说当时南京城内 许多人呢 都对这句话议论纷纷 就是国民党内 有些人还说 中共方面呢 还想回来谈判 但是有些人呢 就说这可能是个 不祥之兆 他们以后可能是要打回来 果然不出两年 真是在百万雄狮 过大疆的情况下 共产党人呢 终于又回到了南京 国民党当局 驱逐中共和谈代表 又进攻中共中央 所在地延安 这又使呢 内战的根本性质 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它就使得这个 国共双方 再没有一点谈判的余地 中共中央在1947年 3月19日 撤出延安之后 对外呢 又正式使用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 原来所说的自卫战争 就此就变成了解放战争 他的目的呢 就不是仅仅的 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争取和平 而是要解放全中国 说蒋介石发动内战 最后自食其国 不久就为人民解放军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 将其推翻 这是历史的选择 也是当时 五亿中国人民的选择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呢 我们将要讲的是 两条战线形成内外加工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发展工程庄